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大家一同泼罩的时候 忽然泼罩没有位置了 没有位置怎么办 我们年轻人就跑到前面 他跑到前面的时候 把老人家挡出来 结果他们就坐下来 我们就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我已经是神学教授了 还是年轻吗 我二十多岁就叫神学了 就坐在第一排 坐在第一排的时候 有一个老宣教师讲一句话 那些坐在地上的人幽浮了 他永远不能跌倒 我感到很有意思 你坐在地上还要倒到哪里去呢 无地处可倒了 你坐在地上怎么倒呢 坐在椅子上 椅子不见过你会倒 你站着会跌倒 但你坐在地上 没有什么可以跌倒的 这就是上帝赐福谦卑的人 大家说上帝赐福谦卑的人 我们今天所以有所舍 有痛苦 若有所舍的感觉 常常妨碍我们 人一不尊重你就苦 人藐视你你就苦 人讲闲话你就苦 因为你不愿意 从你那虚假的高位中间下来 但如果你是一个永远 在最低的地位上 保守自己在神面前的先辈的话 你就没有若有所舍的感觉 人不尊重你的话 本来我就是普通的人 人不认为你很伟诈的人 本来我就不是很伟诈的人 我就是个卑微的人 这样你就从来没有痛苦的必要 在这些事情上 那个减去许多不需要的 自尊心受伤的那种痛苦 那种琐事感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 有一个人对我说 唐牧师为什么你跟人家很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好不一样 他说某某人也是跟你一样 同一个修校毕业 也是跟你同一年毕业的 但每次他一参加聚会 他要人把他带到最前面 最重要的位置坐在那边 因为他是一个大牧师 我看你每次如果参加聚会 常常坐在后面 坐在旁边 坐在楼上一个角落 就没有跟人家乌正位置 也没有叫人把你带到前面去 我说为什么要坐在前面 为什么要跟人家注意 我们在圆圆的地方 看看整个聚会的心多么好 这样你就永远没有感觉到 你是被轻堪 被欺落 被藐视 被遗忘 被丢弃 没有这个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是不配的 你把这个观念一直连 连在各样的事情上 健康的事情一样的 如果有一天 医生对我说 你犯了cancer了 你癌症两个月就死了 我不会怪上帝 因为我说我本来就应该死 提早死 就找到天上想说 感谢主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没有什么事 上帝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好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上帝说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问上帝什么意思 他问你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可以拦住我的自主权 所以这样的你在上帝面前谦卑 你永远没有为自己的权柄 有所争的时候 你就没有所舍 你就没有痛苦 谢谢 谢谢